哈喽,大家好,大卢又来了 今天咱聊点什么呢? 我想啊,还是先聊聊这美国大选吧 因为很多朋友留言啊,在那问 说心里话啊,老特头连任这个结局 大卢发视频做节目,说了很多次了 在社区发帖子,说了更多次了 可是,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有朋友过来留言问 哎呀,心里没敌了,最近这又逆转了 老特头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连任 你给我们来个定心玩 我告诉他,没事没事,还是连任 没过几天又来了 哎呀,老特头又悬了,这形势又不妙了 再得说说吧 这个呢,都算正常,都可以理解 但是还有那些就不正常了 比如有的人啊,看到主流媒体说了点假消息 就过来了,谴责 哎,你这算的不准呢 这白党已经当选了,老特头输了 哎,你欠我们一个道歉 要不就是啊,哎,你最近怎么不更新了 啊,是不是算的不准 不敢说了,不敢更新了 这个呢,就很无语了 对吧,有这么句话啊 分享给大伙,叫孤阴不长 孤阳不生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这个负面的评论啊 他其实就是一股的阴气啊 来了,你如果不搭理他 他作不起来多大妖 但是你如果非跟他较真儿 拿他当事儿了 你就相当于给他一股子阳气了 他阴阳一结合 反倒有可能成长起来 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无视 不搭理 这叫孤阴不长 不仅是我不搭理他 我希望好朋友们看到那些负面的留言 你也别点击他 别给他评论 不让他骗咱的点击率 这里边道理很深 同理什么叫孤阳不生呢 也就是这股子阳刚正气 如果没有点阴气 在旁边衬托着 他也没劲了 您说呢 咱说句实话啊 就有些人说的那些假新闻 假消息 我都没看 不是看不见啊 是真没时间看那些个东西 咱们有些朋友啊 太容易被带风向了 他们出来个消息 你这心情就跟着变化 出来个消息 你就跟着走 那你不得累死吗 到最后老特头是连任了 你自己这心脏病坐下病根了 这就不好了 对吧 心里头不坚定 就证明你的信念不足 对自己的信仰不坚定 其实即使就不会预测 你不相信大陆所说的话 只要你这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只要想清楚一个问题 对于老特头连任这个结果 你也就不怀疑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美国人啊 他不是厉害国墙内的那些顺民 在美国有比金钱 比部队 比警察 甚至比法律 更厉害的东西 什么呢 民意 民意大如天呢 其实这一个国家的领导层面 那就是民意的显现 什么叫民意呢 就是大多数人的意愿 咱不说美国啊 就说这厉害国 他现在这种情况 被这个租制啊 所领导着 这谁选的 这不是大部分人 你自己选的吗 现在有的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对了 但是你看看49年那个录像 那不都欢呼雀跃 兴高采烈的吗 所以有因呢 必有果 现在他们所经历的苦 经历的灾 但是大部分人自己选的 当然有的人 人家不承认正在经历苦难啊 人家是岁月静好 这样人 咱就没必要跟他抬杠了 对吧 让他糊涂一辈子 那么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 你就需要思考一下 大多数人的选择 就一定是对的吗 这可不一定啊 所以才需要纠错能力 这个呢 在我们悬门里修炼节 这叫忏悔 实际是一样的 小到一个人 他要忏悔 要有纠错能力 大到一个国 他更要有纠错能力 更要有人带着他去忏悔 但是现在这个厉害国呢 我不说你也知道 他没这个能力 大部分人他是习惯于 言于对人 宽于代己 这不就坏了吗 这个才是苦难的源泉 才是感召灾难的原因 咱们通俗点说吧 他已经跪习惯了的人 你突然让他站起来 这很难 但是你反过来想 他从来都没跪过的人 你现在想让他跪下 这更难 这个就是美国人 不管怎么说 美国的大部分人 他是有纠错能力的 眼里不揉沙子 不管谁当选总统 但是你不能作弊 你不能骗我 我喜欢拜登也好 我喜欢老特头也好 我必须是我自己选出来的 不能是你随便强加给我的 如果这个问题想明白了 那您也就能明白了 川普他不是代表自己去竞选美国总统 他是一个美国精神的缩影 是大部分美国人民这里的代表 这样你说白等他怎么能赢 换句话说 这川普他只要活着 那他就是美国总统啊 反过来说 即使他被刺杀了 遭到暗害了 那这个白等也进不了白宫 当然川普本身对自己的生命安全 他只需要注意的啊 不能大意 不能轻视他的敌人 我们一直都在说 在这个六星连珠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事 这个呢 今天咱不展开说 有些事呢 我们都一直在做着 对于美国大选呢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不再多说了 后边呢 咱们还是继续用奇门遁甲 起局解盘 这回咱们选的这个太极时间点呢 是冬至这一篇 奇门遁甲当中有这么句话 叫冬至阳生 这里边信息量可很大 但是在开盘之前呢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呢 敬神 哇 大卢一直给大家灌输这个思想啊 一定不要当无神论者 你信什么都行 信大树 信石头 都比无神论 强一百倍 那么说到这儿呢 今年冬至这一天 那可了不得 它是个道教当中特别重要的节日 是原始天尊的诞辰 那这个日子呢 是普通人跟神明沟通的一个好日子 这是个机会 在这儿呢 大卢分享一个礼敬神明的小方法 这一天不是原始天尊的诞辰吗 那咱就需要去抄写原始天尊的宝告 什么是宝告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神明的简介 这个神仙叫什么名字呀 他有什么职位呀 他住在哪里 他都管什么事 会怎么去保佑大家 再加上咱们凡人对这位神明的称赞和赞颂 这是宝告 那么具体原始天尊宝告的内容 您可以去网上去搜去 或者一会儿 我把这个全部的文字 粘贴在咱们留言的置顶的位置 您去照着抄一下就可以了 抄写的时候呢 用什么纸 这没有要求 只要你别用黑纸就行 什么黄纸白纸红纸都可以 文字更没有要求 你用翻体字减体字都可以 主要是一颗诚心 理静神明的心 并不是说我抄完这个 我跟原始天尊换多少多少钱 多少多少财富 那这可不行啊 完全是一种祝贺 一种理静的心态 这样才如法 当抄完这个报告 不管你有多少张 最后都要烧了 烧的时候 加一些元宝 一些金银纸 在里面 那有人说了 原始天尊这么大神仙 还缺钱吗 我还得烧元宝 可不是这个概念 咱举个例子说啊 家里的老人过生日 你得买个蛋糕 送个礼物吧 但是他缺这蛋糕吗 他干一辈子了 没有买蛋糕的钱吗 完全是你的一种 理静的态度 我们凡人没有神通 没有别的方式 去表达对神明的敬意 那只有呢 烧点元宝了 是这么个意思 那还要注意一下 什么时间少 不是说冬至这一天 你就可以烧了 中国的节气 他有入气的时间 今年冬至入气的时间 是阳历 12月21日下午6点02分 过了这个时间以后 他才算冬至 所以咱不能提前少 这个呢 就是跟原始天尊 表达敬意的一个小方法 在以后的节目里 大陆尽量的多分享一些 这个小的这些方法 包括咱们会员频道 分享了那个跟赵帅 来保财的那个小灯阵 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照着呢 去尝试一下 看看做完了以后 有没有感应 那说到这儿呢 今天这个视频啊 我想分两部分 这个第一部分就说到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呀 整个的视频太长了 可能你就来不及准备东西了 看完这个上半集 赶紧准备准备东西 抄抄保告 给原始天尊呢 庆贺庆贺 一会儿 咱们再更新下一集 来说说冬至起的这一局 好了 欢迎大家点开订阅 把小铃铛打开 下期 咱们再次